歡迎回到台灣大搜索聚焦人物 在青年代 有一隻女子全裸的沐浴如廣告 令素年級生意想相當深刻 主角就是一人周丹威 她高挑又一雙長腿 被封為是第一名模 16歲就出道當模特兒拍廣告 還和演員秦漢 珍珍演電影 並且拿下亞太銀展影后 但是在36歲那一年 事業如日中天時 她嫁入了下一政商世家 但卻傳出婚後她為了求此 施打過度的排卵針 罹患了癌症 周丹威接受了台灣大搜索的專訪 來看看她是怎麼走過這段坎坷路 每次只要碰到她的愛情問題 我就覺得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她的愛情問題 不就是你嗎 電視劇我可能不愛你 男主角李大仁 溫柔深情的形象 擄獲不少粉鈴的心 當中飾演大仁哥的媽媽 你知道她是誰嗎 李大仁 你是越來越沒有規矩了 你要帶客人回家 也不事先打個電話通知我一聲 沒錯 她就是台灣70年代的第一名魔 周丹威 沉醉巴黎 浪漫相遇 蘿貝沐浴健康又妩媚 周丹威在廣告裡化身沐浴女神 在保守的70年代 徹底挑戰政府的電視尺度 我起先是拒絕的 我說不喜歡拍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陳導演就跟我講 他們希望用比較健康 然後比較就是 洗澡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這個角度來拍 就被她說服了 男的接受媒體專訪 周丹威美麗風采依舊 其實她的演藝資歷超過40年 16歲就出道當model 成了廣告商的寵兒 但身為家中獨生女的周丹威 從小被捧在手心呵護著 加上爸爸是空軍將官 讓進演藝圈 彈何榮毅 一直跟她這個爐了半天以後 她說妳可不可以答應我 妳自己要把握住原則 做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住原則 如果妳這個事情 妳可以答應我的話 那妳就去吧 就這樣子 有了爸爸的支持 周丹威努力在演藝圈闖出成績 短短4年就爆紅 還登上大螢幕 和隱形真真情感演對手戲 妳的女朋友個性很強 我看得出來 對 自尊心很強 我常常受她的劫 第一次拍戲 就獲得巴拿馬國際影展 最佳新人的肯定 兩年後她又拿下 第25屆亞太影展以後 影視歌三期又主持才華洋溢 那真的就是人見人愛 那天 天陽也光光光 我沒 專門找了舞蹈老師 教我舞蹈 然後在秀場上面 有我們自己的一些 去排練出來的一些 舞蹈跟舞步等等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秀樂變得很多 從南到北 從北到南 周丹威說那幾年他白天拍戲 晚上就到秀場表演 行程滿島 現在我三台秀琴 演國語連續劇 但是我公司不答應 你公司不答應 我當時還說我公司不答應 我公司都不答應 什麼我公司不答應 常常都是雞同鴨醬 你知道嗎 所以豬大哥也很可愛 他都會說 這個瓦西人瓦西人 就是他每次都問我說 你是哪裡人 我說我是瓦西人 他說你是活死人嗎 不會說台語 卻遇到台語很右的豬哥亮 激發出不少效果 只是周丹威172公分的身高 太高了 站在一旁的豬哥亮 就顯得有點小秒依人 只是這不經意的搭建動作 讓主持天王很在意 像妳身材那麼高對不對 妳有沒有考慮到說 跟妳在一起演最戲的男主角 妳看配不配 這個 我從來都不會去考慮說 那個男生 那個男主角的身材 是高害癌 我都不會去計較這些 是剛剛好嗎對不對 剛剛好我是專門發台的 還是櫃台 是專門在給人家 用惡劫來愧的是不是 因為多半的很多人 都逼我癌對不對 那我當然我的手的習慣 就是剛好放這個位置 不過周丹威卻在36歲當紅時 急流永退 走進婚姻 離開他最愛的演藝圈 轉行當花店老闆 還為了爸爸投入肝癌草藥的研發 但是因為我父親是肝癌過世 因為他是一個逼肝的代言者 那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事情是讓我其實蠻 蠻有點自得的 我覺得自己怎麼這麼沒有嘗試 卻在2010年經傳 他罹患乳癌身體量紅燈 周丹威罹患乳癌零期 在今年4月切除乳房硬塊 可能就是因為排卵針打得太密集 原來在周丹威的心裡有個遺憾 就是沒有生小孩 為了拼懷孕 他望著高齡的危險 做了14次人工受孕 到醫院 人家也都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就一個人就來了對不對 那我卻覺得說 這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嘛 好 我把它做好就好了 誰也不要再講 因為那個的結果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每一次宣布說沒有成功 都是對她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折磨 所以辛苦的女人 然後把很多淚水 汗水都往肚裡吞 你知道我那時候想要小孩 想到已經氣笑了 廟裡面說有一個秘方 然後說可以喝那個殺鴿子的血 要深喝 噴酒 你就真的喝下去這樣 對啊 我就喝了 我不管它是什麼 只要說能夠讓我生小孩的 我就給它喝下去 不過一切犧牲努力 始終沒有傳來好消息 最後還失去身體健康 讓周丹威深受打擊 我相信再勇敢的人 讓他自己的健康亮起了紅燈 而且這個紅燈可能是未知 這個紅燈到底是會變綠燈 還是會熄掉的時候 當然他會有一些 他自己的一些心理路程 那我也不否認 我也曾經有非常非常低落的時候 這是一段長達一年的痛苦歲月 他斷絕朋友的關心 一個人跑到國外散心 你覺得你的人生無望嗎 我再走下去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什麼都是問號 什麼都是未知 在這個時候 就真的人就像一灘爛泥一樣的 攤在那個地方 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會想要做 索性後來透過宗教 讓他轉念 重新面對人生 更結束了23年的婚姻 2011年他重返最愛的演藝舞台 我說你這個人 你走路都不長眼睛的嗎 然後你不會道歉的嗎 我有跟她說不好意思 超緊張的 真的緊張的睡不著覺 然後很好笑的是 我會走位就忘了我的台詞 然後我記得台詞我就忘了走位 朱大哥就把我叫旁邊 阿丹啊 丹威啊 你不要緊張嘛 我最親愛的朱大哥 你好 你好... 兩位昔日秀場老友 過別20年後再相見 默契依舊 只是這一回 諸葛亮又被而來 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衝嗎 你這樣說話就這樣撐好了 你... 說話就這樣撐好了 你已經20年沒有在台上表演 對不對 你不會上去 要站上去 我差一點點 沒有...我差一點點 會怕他這樣 周旦威更勇於挑戰自我 2013年在連陣英雄裡 首度場制演反拍 小女孩 要我多告訴你 你以為我的映招站 為什麼可以開那麼大 就覺得很新鮮很棒啊 所以從他的造型開始 一直到他演戲的方式開始 我就自己開始在那邊設計 自己在那邊想 那些官員 有一個不同的走單位出現 最近還跨界幫地方拍片 行銷觀光 一個很好的一個機緣 那... 因為我的很好的朋友們 他們是玉裡的... 玉裡是他們的故鄉 所以他就很希望能夠去 把玉裡一些好的地方 美的地方能夠介紹出來 到了玉裡 不到赤克山 那你就是遜壁啦 當然最讓我記憶深刻的就是赤克山 那真的是一片很美很美的地方 彷彿金針花田就是他的伸展台 周單威走起台步魅力十足 即使將近60歲了 身材依舊保持得很好 他大方透露秘訣 冬天我比較喜歡泡澡 那是我每天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在泡澡的時候 我會放一點點很奇怪的東西 人家會認為那是個酒鬼做的事情 我會放一點高粱酒 因為高粱酒 會讓我們的身體的血液循環 循環得比較好 懂得愛自己 更珍惜和母親相伴的機會 其實我跟他兩個人就是 互相取暖 他只有我 我也只有他 所以我們兩個人非常的好 然後可以 只要他的身體能夠允許的話 我們都會出去 到處走走看看啊 帶著他 就是最冷能夠讓他盡量開心 就讓他開心 歸別陰邁周單威找回快樂 至於沒有小孩的遺憾 他說因為拍戲 他多了好多兒女 現在的他過得很開心 我們很快 不然 有些人 在家裡 在家裡